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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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歡迎陳發言人 首先孩子的孩子就是孫子 你幹嘛要分兩個東西來講 這個實話換在口頭說 廢話不如不要說 我跟各位報告一下 我就是什麼都打 什麼都幹 什麼都不奇怪的 民進黨花言人陳其邁 英哥在心裡七百歉 現在選情似乎有點告急 急的是誰 急的絕對是馬英九 因為馬英九連老婆大人 都拿出來上節目 今天試問一個堂堂見證的男人 為什麼要叫老婆出來上節目 是不是不敢放下自己 久武至尊的身段 來跟陳其邁回黨花言人物 什麼久武至尊 我是比較尊敬他一點點點 如果講到這裡 你如果馬先生你覺得不服氣 不如明天你就可以來 隨時都可以來 每天都在這個電視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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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必須有一個男人 謝謝 非常感謝 好 所以他們還是有這種封建思想的餘毒 根本就想到民主時代已經來了 好我想介紹歡迎是我們 政論節目的主持人李彥秋女士 歡迎 歡迎收看新闻總會大家聽 當來做會掌聲不夠熱烈 而且現場完全沒掌聲 我就是政論節目主持人李彥秋 今天要討論的題目是 蔡主席 她說她拍了最新的廣告 她的廣告訴求的slogan是 女人要當家 我覺得這個idea真的是非常的棒 但是各位觀眾朋友 你在這個感性的訴求方面呢 最後還是要回歸理性的面來思考 欸 這裡一個國家真的跟 把家事做好 把晚餐煮好 把小孩子照顧好 然後把蠟燭點好 老公回來的時候 把洗澡水放好一樣簡單嗎 如果真的是這麼簡單的話 我想現在全台灣很多新女性 都可以來找出總統啦 別的不說了 就拿我自己來說好了 我白天呢 是一個全職的職業婦女 必須要上班 但是晚上回家的時候 我又可以把李桃李大哥 顧得很好 另外呢 我還要不時的打電話 打月亮電話 跟在美國 跟我兒子來通通電話 我做的都比他們好 這樣是不是就代表著 其實我比這個蔡英文 還有馬英九 更適合出來選總統呢 是不是這樣子 大家好好去想一想 謝謝大家 好 接下來歡迎是這個 我們這個在政壇 可以就素有 性感媽媽之稱的 這個余天的夫人 余夫人 李雅萍女士 雅萍姐 雷夢娜 雷夢娜 我求你 好了老師這樣就好了 沒有信心唱完是不是 不是沒有信心 過完年沒有信心唱完 就是想要在這個時候 在我唱歌的時候 要找我的語病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嗎 你唱完嘛 對 新年新希望唱一下好不好 因為我最近在幫 幫這個我們這個民進黨 不敢唱是不是 我怎麼不敢看 雷夢娜 我求你先來吧 雷夢娜 雷夢娜 快掛了 我求你先來吧 雷夢娜 掛了開始了 聽我在告訴你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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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夢娜 其實呢 你真的有一點 有點 鋼琴還是有beat的感覺 有一點 是的 不過呢 很高興再來上 全民最大黨這個節目 從這個節目 我們就可以看得出來 女人真的當家了 你看 特別來賓裡面 只有一個男士 四位都是女士 這個世界 就跟這次大選一樣 這個台灣 要變天了 女人要當家了 對 四位都是女士嘛 四位都是女士 最後一個男士 不是嗎 對 有三位 也沒有說比她好 對 女人要出頭圈了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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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其實我覺得 褲嫂的這樣的一個作風 會不會也是一個嫌內住 應該的嘛 其實你說在美國的 選舉總統的時候 哪一個第一夫人 不是幫著忙呢 對不對 歐巴馬在競選的時候 她的太太也是非常的忙碌 是不是 所以顧顧掃 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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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 小營拍廣告來搶票 大選是不是 女人間的一個戰爭 我覺得這個 好像有一點點 太過了 會不會我想 我們的第一夫人 您覺得呢 其實我覺得應該都是媒體下的標題 或者說 媒體就是喜歡唯言聳聽 其實我也沒有做些什麼事 我只是照以往我的行程 這三年 快四年的行程 我幾乎都是一樣 都到偏遠的地區幫小孩子們 替他們講故事 或者有些殘障的學校 替他們小朋友講故事 我還是照走我的行程 而且我強調我走每個行程 我都不希望有媒體的跟拍 這是我一貫的作風 所以說大家會說我很酷 然後作風特立獨行 其實我不是特立獨行 我也不是現在才來懇請選民 來支持馬英九的 而是我覺得 地方要繼續的爭取未來 政府就是要繼續的幫大家做事 這就是政府應該做的事 而且我常告誡自己 也常告誡馬英九 當你位高 你看我那個 訓事滿有 對 你看我在那個舞台上面 把他頭下壓 就知道我在家裡的地區 用建議好不好 對 告誡 對 要告誡 對 一定要告誡他 因為當位高權重的時候 就要越謙卑 而且你總統的高度是 選民一張一張票堆疊出來的 然後政府是要繼續為大家服務 而要爭取未來 所以說面對的每一張 每一張笑容 每一個眼睛 每一雙雙手 我都會90度的鞠躬 爭取的就是希望政府要替大家繼續做事 那想要鬥爭的就讓他們去鬥爭嘛 我們會繼續帶領的台灣往前行 謝謝 OK 好 我也希望真的能夠如您所願 我想當然吃反對意見 那是陳其邁先生 陳其邁先生 剛才一開始的時候這個火力就很強的 在自我介紹的時候就已經提出來了 覺得這個好像 你想跟馬英九辯論 你要跟他辯論什麼東西 本黨只是提出適合的邀請 至於本黨要誰來跟馬英九先生辯論 本黨每一個人選都是 非常的口落選合 你到底要辯論什麼 你到底要辯論什麼東西 今天我想要在這邊的是 既然碰到的這個周美清小姐 也就是馬呼人在現場 我建議你不要再去 偏遠地區的小朋友的學校 跟他們講故事演講 為什麼 偏遠地區的小朋友 最缺乏的就是資源以及睡眠 你平常他們六點半到學校就好 為了今天要迎接周美清 他要四點半就起床 然後把臉都洗好 牙齒都刷乾淨 乾乾淨淨的坐在那邊等你來 犧牲他兩個半小時的睡眠 你覺得這樣子是情何以開 我先問一下 夫人有這樣的事情嗎 就花兩個小時在等你 不可能 這些小朋友都是非常純真的 而且是 可不可以等你到了 你再等他們洗完臉再過來好不好 到底怎麼會這樣 還是我先去洗臉 但其實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 就是說我每到一個學校 都是不經意的就出現在他們的面前 他們之前並不曉得 周阿姨要來 你這樣跟都學去抽查 是不是造成他們的恐慌 沒有什麼兩樣 那是應該是你自己比較恐慌 我沒有什麼恐慌 而且小朋友看到我都圍過來 那我盡量講故事給他們聽 他們真的知道你是誰嗎 都圍過來 知道 當然知道 但是我叫他們不准叫我第一夫人 這人叫周阿姨 小朋友也很懂禮貌 所以說我覺得這三年前我做的事到現在 從一而終 但是最近出來敗票 卻變成說我在浮選 浮選當然是有浮選 但是我希望我剛剛講的 就是說我對每個人鞠躬90度 希望大家能夠支持我們 馬英九不一定適合當總統 但是至少比對手適合當總統 我只能說這句話 謝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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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比起對手 你知道了吧 他比起對手適合當 你是他的對手 他連小朋友的豆腐都要吃 他的年紀都是當周伯母來 周阿姨 出來是OK的 好不好 那翻的叫Aunt Aunt 都OK 我們等一下 我們先進個廣告 等一下再回來 您再來討論好了 進廣告 晚上回來